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体育之霜给提供的一个包厢 就是在正对面 但其实这块看会感觉更好一点 感谢体育之霜 我第一次上来 你第一次上来 我也第一次上来 没做过这么好的 没做过这么好的 没做过这种VIP这么牛 你留个电话 留个电话 我也是 他以为球员会走遍 就是球场的各个角落 你们都去过吗 何必呢 为什么 你说那是保安 走遍球场你买个角落 其实呢还是挺有自豪感的 包括上来的自己 他觉得这块土地 这个城市 有这样的球场 有这样的氛围 还是挺有自豪感的 有专业的球场 对球迷来说 可能观赛的感觉更好一点 对 我一直进 骂脸方便 对 那会儿天津那个 天津那个 叫人球场来着 王大雷那会儿 在身外 还是在哪儿去打比赛 后来的球迷 天津球迷一直喊 王大雷 王大雷 只有我没人不回头 王大雷 王大雷 看实在回头 我是你爸爸 不是 这个圆满应该 节目录制现场 下面介绍一下 谈话规则 在录制过程中 不允许称呼对方的头衔 比如 老师 指导 哥等 一切带有尊敬意味的头衔 如果称呼头衔 即被视为犯规 全场犯规最多的人 将在最后负责结诈 这是规则是什么 我前面差点骂街 就没想到今天 还可能会买单 是不是 不是买单的问题 这是一个中国的美德 我不能叫星哥 叫星星嘛 滚蛋 但是王晓晴一直是这个状态 挺棒的 他从小就是这样 师傅 你俩几岁认识了 三十几岁 十几岁 别突然去 不好意思 五六年级吧 他是浦头区 我杨浦区 就是从小是对手 完了以后 就要选试用会了嘛 对手变队友了嘛 就上海资源整合了嘛 那你说的现在星球跟原来一样 小时候是什么样的 小时候他就是球星啊 他从小就是天赋高于别人 他这个天赋 他这个能力 应该是欧洲的水平 真的 真的是 我每天很自豪的就是 听到李帅跟我说了一句话 高龄把你的钱全挣完了 当个玩笑嘛 这样我也不后悔 对嘛 你什么样的性格 什么样的结局嘛 你换一个性格 有可能也不会 反正不怎么 会想想嘛 无所谓 你这么大的孩子老婆 都现在也挺幸福的 包括我的媳妇和他老婆 都非常好的婚姻嘛 也就生活不就这样吗 你要和谁比和这个比和那个比 你还踢什么球 自己做好自己的事 就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个政治的人就可以了 你人就可以也有自己的爱好 也有自己就是人不要偏离 就是政治者 做个政治人也行 你是一个政治的人 必须的 他不是政治他早退役了 对不对 很多我们小时候一起长大 人偏掉了 他其实他的足球 他的能力也是可以在职业队 我没提展过 我刚想叫星哥 反规 黄静静 反规 不想听你说话 敬兵 辱骂裁判要住家两次 这裁判不建议 真的是什么 要罚了啊 挺赛的 挺赛的 小时候有什么故事吗 大家喜欢玩个蛆蛆什么 你不知道 玩什么 玩蛆蛆 也有 但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60年代 这个就是属于我们从小在弄堂里面长大的孩子的乐趣 他当年在生花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去花脚市场买回来自己逗得玩 因为我们当时有个教练特别喜欢玩 贾水全 他也喜欢玩 是吗 贾导也喜欢玩 贾导喜欢玩 贾导和我们一起去逛 没事就不用喊了 就踢这树吧 就踢这树就行了 还有谁啊 就是说你们三个来 就我们三个 就你们三个子拿着各自的圈子在逗 其实我们是本来就玩这东西的 贾导也是玩的 但是最奇怪的是 那时候王大利教育队 他说他是大量什么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 他也不玩这东西 他也和我们一起玩 他当时在这些东西都好结实 热气才玩 这么说呢 就是说也是就是说一个过程吧 他思养了一个过程 就是说就像一个孩子一样的 从小你得养养养 他出成绩了 他赢了 就是会感觉自己很 等会儿等会儿我们应该是一个足球团团 就是这个感觉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而他可能跟你养宠物的那个心情 还会有一点有关联 一样 有人喜欢养狗养猫 但是觉得狗毛绒都很可爱 但是你去说就这么大 男人最本质的是什么 他肯定好斗 你有一个能斗的东西 你养着 你不能先打人犯法 要不犯法就可以随便打 是吗 他怕了你看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明白这个感觉 但我在想你们俩性格这么像 为什么选择的路会这么不一样 他是守门员 我是提前锋的 我的性格肯定在足球方面需要张扬一点 就是说和别人 他守门员肯定需要稳健 那你呢 为什么你会 就是从什么时候你第一次选择离开 我不想离开 毕竟你在上海这个环境各方面 这个平台 在家里在上海平台各方面都不一样 迫不得已谁想离开 最后去过几家俱乐部 加生蛙八家俱乐部 反正现在我可能是第一吧 中朝小弟球队最多的球员 八家俱乐部 八家俱乐部 都是救主 真是 真是 全是面对救主进攻 其实以前别的球队倒不叫救主 我就和吃蛙体来劲 别的我不怎么来劲 那倒是 对 他好几年连续生蛙组合场进球 去年在这进一个 虽然比赛输了 就在这个门进一个 换他来五分钟 这是运气还是 是错 是怎么说呢这事儿 我觉得实力占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 我看见了 我觉得运气 哪来这么巧啊 把大神话就能进去 我想进他就能进啊 我也不是老外 还是在运气 就是从心里来说 你是觉得想进还是不想进 当然想进了 我回想这么一件事 你们当时选择是错误 我八年刚走的时候是蛮气的 特别是在陕西的时候 还是因为那股傲气 还是在骨子里面 他没有消除 小马这种球员 我觉得挺可惜的这种 就我看的是挺可惜 因为中国很多就是比较内敛的 整个民中心比较内敛 比较含蓄的这种 但是在球场上 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出现 内敛和含蓄在球场上 你怎么提起这个 没有办法提起 所以说有很多东西嘛 你受到作为环境的制约 就没达到自己 达到最高的 发不出来 对 没发出来 到最后就没发出来 你从来不克制不行 现在你这个年龄 不克制自己不行了 我不晓得 我都在场上 现在也不能不克制 我以前性格 肯定不会克制自己的 这你必须克制 有些事情 你到这个年龄 你不能做了 不允许你做了 你必须改变 对 这就是现实 为什么讨厌现实 但是你还要在这个现实 生活中生活呢 谁不讨厌现实的生活 都讨厌 成熟 长大了 对吗 很呆板 有时候你得戴着面具 有办法吗 你就得这么做 不然你就得淘汰 对 这就是生活 对 能逗曲线的 对 绝对是摇滚天的人 我不爱上回 我还说唱 呦 真想来一段吗 算了 没有一段 就是你们一直是联系的 对吧 联系一直联系 他不用管去的 我们就都在联系 过程不一样了 就是在每一段 他基本他回来以后 他有了孩子老婆 又回来以后 我们在上海就去 他一个月回来一次 他没去一次 抱怨 他想回来 每次都会 对 他肯定想回来 老婆说孩子都在上海 肯定想回来 对吧 哪个老婆 你出去七年的天 在上海 老公老婆在家 孩子参加个活动 你怎么老没爸呢 都后来才知道 他爸是踢球的 而且不是生光队踢球的 没想到说 比如跟着你们一会儿 我老婆 她还是比较上海女孩的性格 她不太 都不认造离开家 你看我在西安提的时候 她来过 我已经听说她都没来过 一次都没来过 一次都 嗯 明明是性格这么像的人 你就能一直留在这儿 那么安逸 没有 我当时有我走过的念头 这里不放我走 什么事 很想走 对啊 那会儿你知道吗 就他们那会儿 我们这几个都一起的嘛 王弘亮 嗯 神灰亮 高零 我们这一批都走了嘛 都走了都走了 当时也没有自由身 哪有自由身 没有 但没有自由身 对 当时转会制度就是 绝对部不让他们走 打死都不能走 后来神灰越来越好了嘛 我肯定也不想 其实神灰是一个非常有敌用的球队 他两年被就拆了全部 对 我刚上一队的时候很清楚 就是 那位鑫哥他们那批大的那批 就是沈阳队的那些辽宁队的 嗯 提光队出来非常好 我们看就是 明显就是 这几条体育球 我们是在球场他们训练是学习的 发自内心尊重的那些老大 就扎一宁 扎一宁 小展坡 去小展坡 小展坡 对 他们那小真的是好 你包括后半人们 还有李伟峰还来了 还有杜如薇 就比我们大还四五岁 孙女最像余涛那些 就人才太多了 对 你现在就感觉 后来慢慢人全没了 这两年就是想到哪做到哪 然后就基本上人都很傻了打傻了 就很好的一个队突然间就打傻了 但是除了场外的事 对 除了场外的事 那比赛怎么低啊 对对对 孙花你就要降级也降不了 那年负六分开始跟天津 不乱七八糟那事 负六分 负六分 谢谢 吃完 谢谢 第一场我们跟你们0比0 两个负六分第一轮配一起 在场上什么也没发挥出来 这几年双方谁也不敢进过 我都在身上不敢打傻了 然后大家变成个负五分 七拖并肩 保险你又发言权 投入小 就是那种重视程度不高 肯定就要面临保险问题 你说上海两个球队 身外不上海他怎么可能降级呢 他最为投入 那你像我在十二中的时候 他其实老板很喜欢球 但是他得不到支持他 买不了好的内援外援 你当时都最后一年可以让你偶偶的侥幸 第二年你就不行了 有一次挺好奇的是 你每到一个地方你怎么融入那环境 人全都不一样 然后你这性格也挺特殊的 因为我呢就是 郭少 郭青 郭阿花都一直待过嘛 就是本来就认识的球员比较多 总还是有几个队友的 对总是有几个队友的 而且认识我的队友估计 也不是性格 也是不良分子吧 我过去觉得大神一伙 就是你去一个新环境 是不是他们都不敢惹你的那种 所以你也没有觉得 别人会欺负你啊之类 排外的那种 欺负应该不存在吧 他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 他欺负他啊 一战一战数 从这儿 最开始从这儿走的时候是 深圳 深圳组结了半年 保吉了和巴尔克斯去了 保吉以后转年就买到陕西 陕西 那时候是银河战舰 我们有那种陕西很强的 赵须组 赵须组海 那时候是银河战舰 陕西的时候你跟这关系好 都挺好的 去播的 赵须组海都很好 都会一起出去 都经常在一起 下一战 租界半年到杭州 杭州 绿城那会儿 绿城那会儿 但绿城那会儿 无机会主要的 哦 半年 半年后转年被国安买走了 啊 国安待了一年半 下半年住到深兴 深兴本来 以为能回上海了 还来个大压时间 全中国再也没有一个球队 说要毛贤青了 就在我对足球 已经失去信心的时候 这时候我真要感谢 李小鹏和我打个电话 小鹏 我觉得你这不是什么错误 你来帮帮我 那时候中甲 我也没提过中甲 中甲是吧 对 他在中甲 那我已经没选择了 已经没队要你了 那你还有什么选择呢 那彭哥以前也是在国安队 我都不听 我都不听 我在国安队的时候 他是助教的 他所带过的 后来在 在中甲提了一年 后来我一看又没球队了 又彭哥给我打了电话 我给彭哥打电话 我彭哥去哪 彭哥说你等我信 反正是中甲 接着我就去石家庄 他那时候是石家庄的组经理 在他极力的推荐下 小猫的球肯定 但是小猫球我们都知道没问题 能管住 我打不了我组经理 他肯定没问题 就在他踢两年 踢得不错 那会儿的感觉 是不是一样 没退路 我想起来 那个石家庄第一个中场打了点 1比1 我建一个青春地点 就当时我看完毛泽东进球之后 觉得真有命 能力是一方面 能力又合了 命又合了 就这样了还能再踢 能力肯定是有的 这无庸置疑 但就是真是 他能踩在每一个点上 就该你发出来的时候 你能发出来 对 石家庄这两年的确是 我在石家庄踢了半个赛季 我踢到第16场的时候 我右手也自打伤 十字针在断 那个时候 我踢到15场的时候 进了4个 但那年如果状态保持下去 应该七八个没问题 别的我怕 我就伤了他 半年没踢 转天到第二场 第二场我就踢了 的确没人 混混混混混混 还几五个人一年 就说这两年的石家庄挺好 远其命好实力 混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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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 好气 因为你肯定是没到最好 没到百分之一百 我肯定到百分之一百 我肯定到百分之一百 没有那么快 听他说话就很简单 主持人就很简单 只要自己调能好 撞他就这样 我一会就可以 所以跟季修的风格 完全是一样了 就是在场上的那个状态 就完全一样了 对 拖横 核心 我其实没想到 我才能回到上海 所以说回到上海 可能心了一个梦 也不算梦 就是我其实 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应该回来再过来 真是没机会回来 人家都以为他实际在断了 他可能就正式退役了 没想到出来以后还是那么好 对吧 对吧 我是哪条腿的 帅座那个 左边 在这儿到这儿受复的那个 对 前条扎 我两个腿全断了 两个腿全实际在断了 一个是十年前 一个是十年前 我刚踢一队的时候 第一年还没踢完 我就腿就断了 你基本上肯定和以前是没法比的 你断完腿以后 你的行动能力 还有就是以前能做的动作 现在肯定是很多做不了 我怎么觉得 刚才你走在南部的时候 是 还缺呢 是吗 有点 已经缺了习惯了 就是两边走路的力度都不一样 肯定是和以前不一样 肯定是大声 脑子没伤就好 秋生九是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 我觉得他闷骚 有没有点 我不猛少 明少 其实我这个人不像毛 我感觉我这个性格出去不行 我也可能还是偏上海人性格 他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你北方冒有一种什么 就是你去到另一个环境 基本上有一个人就要没有 你很可能抢任何人一个人就算了 对 那肯定在这个集体里面 就台式自然而然就会产生 你产生那种你就得拿出来相当高的一个水平 相当过人的 对 相当过人的 你在征服这个团队 因为他这个天赋极高的 所以说他就像欣哥 欣欣赏 不是 这个时候再改没用 这样欣欣说的 你要拿出过人的一种能力 才能征服 他没有能力他能踢八个队 能力呢 就可能我比一般的球员要有 是有点天赋 天赋肯定是有的 对吗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 你做人就是和大家的接触很重要 对 交流很重要 很多球队 你看说上海小男人 你这晚上怎么出去喝点能不能醒 喝啊 喝 喝到之后我就反客为主了 先到五个 先上先到五个 小毛是敢喝 我十六岁进国上的时候 学山中的东北的那些 你一个上海人想在这个圈子里面融下来 你就必须拿出什么 我要喝出去 不喝你肯定会在这个团队里面被欺负 或者是生存不下去 小毛一般就是大家都觉得就是 是上海最像就不像上海人 是北方人性格那种 就像北方人性格那种 我觉得他比北方人还北方人 更直接 特别直接 北方现在也有好多什么呢 表面挺直接 背后人也有乱七八糟的 所以说对 就他玩这种 正好我就是个直接的人 我表现出来的东西也是非常直接 就我现在回生花队的时候 他们 他最多他还给我提醒回溯 今天差不多了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什么时候还花不能多 他还是我说的 他是拦着你的那个人 他平时给我点我 那你会听他的话 他肯定会听他 他肯定会听他 为了他好啊 不能害他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他是吃过这方面的灰 我只能认识 对吧 他有时候他毛小的时候 不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 他看不惯了东西 他肯定要喷的 他肯定要说的 你说 但对你肯定信心也知道 对吧 可能有那种小人 对不对 你肯定小间谍 小间谍 小间谍 对吧 每个队都有这种人 每个队都有这种人 没事没事 所以说他当年在队里 如果要喷的话 肯定有人听我说 所以说他现在回来 我说 你不管现在的氛围 肯定是要比当年要好很多 现在正规的俱乐部手 还是要低调 要生存必须低调 枪打出手鸟 是 你们这队组合真挺好的 就是会有一个特别直接的人 但是会有一个站在他旁边 为他去考量各种事情 但反过来呢 那个直接的人会听 对 很糊 就是彼此信任 对他现在有 我刚才说的 他老婆孩子都在了 都可能像年轻时候那样 对 也不是年轻时候干的是 跟现在干的时候 可能是不一样的 没有固执 年轻时候一个人干什么 走就走呗 走 我再挑 对不对 没有固执 你现在有固执 年轻时候我不会想那么多的 不提就不提换队继续提 他当年在 他不是说了吗 就离了几件衣服就走了 现在没带什么 那什么都没带 第一次走 想好回来的 那会儿没想着说 会长时间离开 我觉得生花是做一个教训 没想到 其实他就想要走 我是那东西 就是联赛结束完 有个国家队集训 我集训完回生花了 关系还在生花 一个他一个老二 高龄那年也走 高龄就很大的 高龄也走了 挺有意思 一个上海生花 自在夺冠的球队 卖了四个国家 对 如果是 一直没根换老板 就是以前我们SUV 以前国企的生花 我在这个球队肯定会越来越好 他会培养很多的骑士 因为对我特别宠爱 就是很惯的 比赛里面 后来合并以后 就不是那回事了 有你没你无所谓 反正那么多人 没想到闹就跌 就弄你 我就记得那会合并之后 你数四十多个人 还是一线队 八十几个 八十几个 四个队 一线队八十几个人 很多就是 今天还在一起呢 到年底呢 直华不要了 到联程去了 我都没资格 到联程合并他就回来了 我都没资格待在八十几个里面 七个时候没有 七个时候没有 我拍第七 我去背队了 没法练 你怎么练 八十几个人 早上训练 九点一档 十点一档 十一点一档 没法练啊 那时候刚合并的时候 这时候都走了 那时候就 真的是 清皇不解 没有人啊 真的没有人 时间什么都变了 什么都变了 还好现在 现在是真的是 绿地进来以后 就是大大的改变了 觉得有点回来了 有点回来了 有点回来了 绝对的 感情一直在 因为我们小时候看球 都是上海生花队 从小就 只知道红沟体育场 父亲在我们看球 红沟体育场 只知道上海生花队 在你这个心里 上海生花队一直上来 比如说名片 他就自己 坐着带着上海 对 所以说你一直觉得 在生花体育身上 很荣耀的事情 小时候就是 电场不让穿冰鞋 交鞋 一帮小朋友 我们就那时候 先踢一场电赛 就给观众 先进来的观众看看 完了以后 一队出来做的 没哄过 那时你觉得 特别的兴奋呢 那时就看他们穿那一副 怎么那么漂亮 大楼梦 大楼梦 生花楼梦 太漂亮了 这其实就是 就是传球 就是从这来的 对 我小时候肯定 想到一个梦想 我要去参加后面的 生花队肯定是想很骄傲的事情 太大了 多少年了 那会儿 也很多年了 98年 原先是从三星改的 天津那个施连志 嗯 太狠了 对 现在也挺狠 跟高峰 非高峰 一个非高峰 一个非张勇 对 您说实在是 我还想到刘云菲呢 还到我们时候来过呢 对啊 那时候买国门 刘云菲来过呢 现在呢 我哪知道去哪了 04年亚洲威之后 那是最好的时候 最好的时候 但是他们说 他来的时候已经不怎么样了 这状态不对 对 生活特瘦 生活比较散漫 对 他的生活肯定是很散漫 散漫 对 你比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 对 他肯定比我散漫 他都没有人找不到啊 对 我还能在散开兄弟手里 我肯定是正常的 对 你还能回头生花 大家能接受的散漫 对 一句话 很多权不适合少年得志 我也送给自己 少年得志并不好 有时候就会飘飘来卖 百分之位置 你会觉得 比如说过去哪些事 你做完之后 现在想会后悔 就想想过你钱吧 我做了 做了钱 对 对 其实没什么后悔的 对吧 我也在提 对 我控制控制 我们可能比现在好一点 对 没什么 做经历一点事也挺好的 对 有各种各样的经历 您体验一下当地亲门这样子 对 了不起 这个今天唱首歌 我说了 我带我来到北京 每天早日训练之前烧饼油条糖油饼 侧人起的来似的 好像起着来一遍 火车带我来到青岛 还没出到什么 火车带我来到青岛 如今这支球队 中家中朝找不到 火车带我来到河北 除了雾霾和煤灰 我泡一杯茶到天黑 火车带我回到山海 火车带我回到山海 浪子无限感慨 英雄从来不问成白 谢谢 好 咱们这个中场休息 还是按照咱们中朝 脱口秀的老规矩 我们来一个正问反答 先来问邱盛永 注意听 第一 职业生涯指向一个上海神怀医师俱乐部 想在这里 中老吗 没有 不想 翻译挺快 体重巅峰曾达到九十公斤 是鸡肉多还是肥肉多 我不是神悲鸡了 肥肉多 对 考虑清楚了 好 第三题 你觉得你和毛建青 谁更讨论穷迷喜欢 我 你千许 反答你 到底是谁 我我我 你问他就行 是 然后就一听 新闻里说呀 老婆给你定了家规 不许跑巴 实际上是不是经常偷着 背着老鼓出去玩 是 这个款 其实真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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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 又一上号 王建青注意听题 你和邱胜炯是朋友吗 不是 好 第二题 你的足迹辩护大江南北 有没有鄙视过邱胜炯一成不变的生活 鄙视 好 注意听下一道题 职业生涯剩余的时间里 你觉得自己还有机会进入国家队吗 有 哦 哦 确实觉得没话 那说现在就是说让我再去国家队 我自己内心呢 想你肯定是有想的 肯定性不大 几乎是没什么肯定性 石熊涉手 真实在 嗯 生花现在就超一定一个去的 还是个替补 对啊 我有时候还提超一定提补 我怎么去你都 哈哈哈 曾经爱喝酒 现在爱喝茶 那你究竟是更爱酒还是更爱茶 酒 你爱过喝酒 我没有啊 嗯 对我真的会特别 我一点都不爱喝酒 他不喝酒 不喝酒 他和我吃饭从来不喝酒 真是 就是私下的状态下就是不喝的 不喝酒 我一般不喝的 但如果到特定场上喝 他只要喝起来了 必须 这个火车开起来了 就停不下来了 就停不下来了 聊个人说我特别喜欢本情 嗯 我一直都挺喜 是吗 没接触过 因为当时咱那个泰达有个众位 叫朱里奇 可能都知道在泰达好多年 当时就说他觉得我 看过的所有前方里面 毛洁青是我根本就没办法追求他 因为他身体比我强壮 而且他速度比我坏 我碰到他我就没有办法 就这个前方是我一点 我都想不到 他在身上保级了半年吧 是吗 这酒挺能喝的 你算挺傲的人吧 生活上开心吧 足球上开心 足球上开心 那你觉得国内的球员里头 跟你一块踢过的 谁是最好的 朱晓晓 他俩肚子好一致 我这一点不太吹牛 星哥 许亮都是很有特点的 他们的身体素质 他也达不到我们这样 但是他们有的是靠这里踢 有的是靠脚下来比如说感觉踢 到这样的程度人是很少的 你说再比他们高一点的 他们是具备有身体条件的情况下 老天已经给他一些东西了 他到这个层次是 就是说比他们付出努力肯定要少 但你没有身体基础上 要踢到这样的球是很难的 你的弹脑肯定比别人走更快 想到更多 脚上的活肯定要比别人练的更多 感觉 我当天守门在守的时候 我就一个他 你现在也在守门 对 徐亮就这俩左脚 他俩发现就去我这么晃 而且他们踢球 星哥和徐亮的踢球是什么感觉的 他们还有点带很散漫那种 有点南北人的感觉 他们不是那种踢球 很正规套路 很自我的踢球 他们踢球是很自我的踢球 在自己的身体里面踢球的 但那种踢球对别人看上去很大气 所以你会想到是这俩人 你刚刚跟你说了FM那个足球经理 上来就他 前腰 主力前腰 你说 只要不受伤 他永远是大气 你买过这 开党必买人 对 哪年的版本 很长 徐亮他踢球的就是说 他把左脚传球和射门已经做到极致了 他没有身体对抗 方手也不行 突破也不会 他只有这个左脚传球和射门能体验出他了 对 星哥他还有突破 他还有节奏变化和传身后球 拨过打门 还比 内型还有区别 还有区别 学生就一个左脚才能踢成这样 很难做到 基本功肯定是要比别人扎实很多了 听当面夸还是开心的吧 对对对 一直都挺开心 一类思想的那一条 你说身体素质好 他踢出来是应该的 比如说身体素质比我好多了 是吧 董方说 他没踢出来 他不踢出来是不应该的 他应该是踢出来的 老天都给你这个条件 那你为什么踢不出来呢 但是有点好奇 你不太突破 我踢球不太远处 就你在场上从来没有 我常常很少说话 不太想说话 闷提 闷提 闷神气 因为他有一天训练一个小 一个队员就是不太愿意练 其实我已经看着他不太愿意练 我就说你能不能练 就是敷衍我把消息 我说你不能练什么 你也别不能练 我先不练 我把球一踢我下巴 你脚不行 你要是球队现在算老大哥了 你不能指着别的得骂 骂他干什么呢 就是你是跟自己交近的 也只跟自己 我先说了他两个下 你知道吗 我说他了 他也没反嘴 他就那样死不死活不活的 他如果反嘴了 你是不是也在 反嘴的是不是还会觉得好一点 逗着逗着没准就踢下来 他也不会反嘴 反嘴如果动手都不能反好 别反嘴都好 就这样挺好的 就是他反嘴你会动手 有可能会 不过他要是反嘴的那个孩子 他可能自己就努力去踢了 他要是能有这个镜头 他可能会能拼起来的 他就不能跟他自己陷进 就怕没气 我踢球的时候我不太会埋怨 你以前打在棉窝上的那个没气 我最多需要刺客 自己去管自己的事情 人者里面刺客 就把他干死 我爬一段 踢一个球 我不是那种吊猝大将 往这跑往那跑 我不是做这个活的 所以说能在我厂商 去说这个说那我不会说的 也别人说我 我也不说别人 我就自己过好自己 没人说你 也不太会有人说我 不敢 也不敢 就是我做好自己的 其实不是不敢 他是等提到这个水平 你没法去说 他做的东西都是正确和合理的东西 你就肯定不会哀怨我 那印象当中上次有人说你什么时候 小时候啊 小时候 就这是小时候 刚上一队肯定没说 刚上一队肯定没说 刚上一队肯定卷我 现在就没有 小时候刚上一队谁都被卷 天天被卷 就这么几年就都没有了 我记得我第一场后口底比赛 和沈阳队 我和曲神明干的 我跟他闹球没传给他 反正打了也不好 就是什么 我一顿卷 卷完第二天还卷 对 就因为那一个 就因为没传给他 那你就忍 只能忍着呗 但你那会打门合理的还是 就是现在他们 我没打劲 打劲了肯定就合理的 你没打劲 你觉得他们打劲了 对 对吧 车展坡跟我说了一句话 就是我一直记着 他就说 小猫以后不管别人怎么说 你都不需要听 你只要觉得自己做得对的事情 你就是做 因为你若果有天赋 他那天跟我说 好说我还带来吹了一瓶 这是关键 以前比现在肯定是有趣 以前有趣 比现在足球氛围是好了 但人感情 人情会少 上次谁 变好多 张有斌那些就说 我们现在职业 但是大家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也都职业了 反而少了好多那种 掺杂的对或者不对的乐趣 他肯定听阿里亥说那一话 以后你要是级别越高 越来越职业 在团队里面 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就变大了 当时肯定不理解 后来就知道了 钱一进来就知道了 钱就钱振多了 人反而感情大了 你没钱的时候 团结去打 去抢 我要钱 一团结大家都抱在一起 钱一进来了 日子好过了 谁都不想太拼了 那种 现在 你俩31 32 他31 太老了感觉 感觉世界就变得这么老了 老匠了变成 老匠了 老匠了 太快了 那老队员还骂你吗 刚刚一线队 背球 骂 你没看完 最小啊 你这么过来 骂两年骂习惯就好了 不骂你了 骂完蛋你还得陪他喝 喝的时候还得骂你 喝的时候还骂 就稍微温柔一点 床上稍微过分一点 温柔的吧 私底下 你气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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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在上海了呗 别走了 去哪 就别让我去 再去就去新疆提了 不是这个年龄 肯定不能再走 还走 走不走 还走就别回来了 还在家好 再走一步肯定走不来了 走不对了 只能出去了 也找不着了最后 在家感觉还是不一样 亲戚 其实就是说 你在别的城市 比如说二三个城市 你消费不高 但是你找不到那种存在感 或者说你会觉得 怎么样 但是你在上海 就在消费很高 你觉得很熟悉 就那种感觉就是说 太熟悉了一个地方 熟悉了 你到任何个场所 任何地方 你都不会觉得 心惊难散 有底 整个上海 都有你的主场 不是 对 你有底知道 你去别的地方 就加强了问题 就加强了问题 在北京也是有这感觉 对 这就是加 加的概念应该就是 什么叫飘飘飘 他青年在飘 不得用飘这个字来写 他就是这样 没根 没根一点 对 现在回加了 加的感觉 踏实的感觉回来 你觉得他回来之后有变化吗 在之前前几天在外头飘的时候 他已经收敛很多了 成熟了 他已经收敛很多了 你也没几年了 你真是死 对吧 再这样造的话 真退役了 很快就没了 这么好的足球环境 就是前些人比这个多了 现在工资高了 对不对 以前 没有这么多 对 工资降低 你人 最现实的一切 你说什么足球氛围好 我们也觉得足球氛围好 它足球水平 足球球场水平提高了 它能力没提高 只不过它是物理相高了 所以大家去关注 愿意多提几点 对啊 我珍惜这几点 说实话呢 我们从小踢球能力各方面 只会踢球 对 对 对 像他老婆跟我老婆呢 就 各方面那个就是办事能力啊 都是还是相当的好 你家里大手提 对 对对对 当然你说咱俩叫办个事啥 能办啥事啊 我们两个这个能力 只会踢球 一个只会舍门 一个只会舍门 不提的落差是挺大 肯定是大 落差挺大 我那刚退下来 还好我再没退才不到一年嘛 还算好一点点过度 最重要的是俱乐部 在退役之后俱乐部 能给你一份工作 这点挺重要 对对对 如果说瞬间 没有俱乐部接受你 你只要自己去找工作 我这个落差 那更大 有可能有很多 都接受不了这个东西 对 你现在 你从小没求过人 你现在求人 给我个工作吧 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个状态 这种生活状态 你得需要自己努力去找一份工作 对 你已经开始考虑这些事了 我跟他说 我们今年先把那个教员证书给弄出 之前考虑 你知道没有 现在想了 那时候B级开始 开始教育慢慢地 有时候拿点东西 对吧 肯定是有帮助的 肯定是有帮助的 你考虑以后能修炼吗 走到梅路走你还得当 至少这是个自己的技能活吧 对 其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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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干什么呢 我也真不知道我能干什么 职业还是从事足球 肯定是第一选择 那从性格 我觉得邱盛九去当教练 我马上就能想象得出来 嗯嗯嗯 有耐心 但是王建青就是 我真的不太能想象得出来 这个行业跟你的性格 之间会很难 它会改变的 对 我就在想 到时候他真的要给他一份工 其实我是怎么想象 其实我一开始是 比较排斥做教练 就是我以前一直跟我老婆 以后比如说 有个自己的小饭店 哥们能过来吃吃饭 聊聊 但是估计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估计要赔本 竞争大 要生存下来太难了 最主要这个人是买单的人 是吧 又是个买单的人 又当老板又买单 对啊 不过我对毛艳星当教练 我倒是挺期待 是吗 因为人们 你有了这么多的警力 有很多的心路历程 这些心路历程 会帮助很多小的孩子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出现一个什么 他很可能会把握住这个点 这个点 这个比较可处 这个比较可处 能得到的职制要多 你如果让我去学队员 我肯定也不喜欢这种 你成功变得很呆板的孩子 我肯定喜欢有个性的孩子 但是真是都是这个脾气 我觉得他就能管得了 就是这么一帮孩子 因为为什么 他是他们的偶像 你们达不到我的高度 亚洲威你们进过一两球吗 你进过吧 这么凌空谁打得出来 巴西球进我 巴西球进我 挑射完巴西三二后 你们进过吗 确实是 你可以跟小孩说这些事 我当年是怎么怎么怎么的 他们有可能是 因为录像放给大家看 对吧 人家一看 行了 跟着干嘛 我毛教练是这样的一个 好崇拜 挺好 是不是退啊 走 画头一软 我尽快 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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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真的挺 挺期待看到你成为教练 一定是特别有意思的事 这节目再多活两年 对 对 到时候活两年 当教练再来 当教练再来 我们争取这个节目 能够活到你当教练的时候 做教练要再来一起 对 对 到时候就可以了 这个我相信这个 无论是毛建青 还是秋盛永 都可以顺顺利利的想去做 包括退役之后的事情 或者说哪怕想去当教练 都没有问题 太太身上的灰尘 振作疲惫的精神 远方也许今世坎坷路 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 早就习惯一个人 少人关系少人闻 就算无人为我负青春 至少我还保留一分针 嘿哟嘿嘿嘿嘿哟嘿 管那山高水也深 嘿哟嘿嘿嘿哟嘿 也不能阻挡我分虔诚 嘿哟嘿嘿嘿哟嘿 茫茫未知的旅程 我要认真面对我的人生 好 辛苦辛苦辛苦 因为咱们今天还是不能坏了咱们的这个规矩 毛剑青老师 因为我们这里特意为您准备了一点东西 大伙可以随便往里掺一下 这个单了 里面也是 是吧 随便倒一点 想吃食酸香味浓一点 还是蒜味浓一点 好烈好烈 好烈 好烈 抖脸上全进去了 反正还要不要清嘴呢 还回家呢 这他老婆你要管啊 他老婆是一个 哇 不犹豫 撒脱撒脱撒脱 你都没喝完 味道怎么样 很好啊 那么今天咱们这个酒吧呢 就就此打样了 好了 同志们面对镜头 让我们来喊出 中超吐口秀的广告词呢 就是中超吐口秀 加油吧 加油 一共是120 这么贵 怎么走 我不知道怎么走 我们这水很贵的 因为你们这帮踢球的到这老喝水不点酒 所以我们这水的价格比酒的价格贵 好嘞 非常感谢 下回再来 太贵了 你不然说来 哈哈